我已經邀請蘇貞昌院長 在520之後續任隔會 跟我一起繼續為台灣來打拼 去年1月 蔡總統請我擔任行政院長 阻隔的時候 外界並不看好 但是這一年多來 在蔡總統的領導下 我們堵住了 非洲豬瘟病毒的蔓延 我們守住了武漢會員疫情的擴散 人民給蔡總統最大的肯定 在這期間 我們能率領行政團隊 在蔡總統的領導下 共襄盛舉 深感與有榮焉 在武漢會員疫情衝擊世界的此時此刻 許多國家鎖國 封城 學校停課 只有台灣 不但人民還能正常生活 自由出入 學校正常 上學授課 全世界 多少人 敢回台灣 覺得台灣 是最安全的地方 多少人羨慕台灣 台灣人 也覺得好驕傲 多少在台灣人 拼著就是 要讓台灣 能在世界被看見 而這也是我一生 運動的終始和目標 我也因為這一年多來的時間 而晉升工作與觀察 特別看到蔡總統的睿智 勇敢 和他的忍耐 而未來 要完成 這些過話 和理想 挑戰還非常的多 我只有一句話 我一本出眾 錢力補負 謝謝他們 貴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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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